欢迎收看4月24号的百个大世纪 我是金龙 印尼政府为了满足当地人民的需求 将在4月28号开始 禁止向全球出口食用油 以及食用油原材料 我国的种植和原产业部副部长黄日生认为 作为全球棕油主要生产和出口国 印尼这么做影响甚广 黄日生表示 印尼的出口禁令 虽然将提高大马棕油的出口需求 但是我国棕油生产面对着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可能无法附和印尼造成的高出口需求 因此在供需失衡之下 预料将造成棕油以及其他的竞争油类价格 飙升到更高的水平 至于本地的食用油零售市场 有鉴于政府已经把包装棕油食用油 列为统治品 以及制定1-5公斤的瓶装棕油食用油的顶价 国内消费者免于全球棕油价格上涨的影响 换言之 大马政府也将被迫承担更高的石油补贴 以保障国内消费者的利益以及福利 公正党5月才举行党选 但是两位树立主席候选人 塞福丁和拉斐兹就先打起来互翻旧账 拉斐兹昨天声称 曾经帮助在2013年败选之后失业的塞福丁 并已在2016年党选的时候让路对方来出任总秘书的职位 不过公正党的总秘书塞福丁今天声明 他在2013年大选失利之后 担任一年的首长顾问的职位 是出于战略需求无关拉斐兹 虽然拉斐兹说2017年治韩时任的宾州首长林冠英 要求委任塞福丁为首长策略顾问 但是塞福丁表示 并不确定拉斐兹所说的帮助 他只记得拉斐兹和林冠英的关系从来都不是很好 更不用说通过支持信向宾州政府推荐他了 医用大麻在马来西亚合法化是否指日可待呢 通讯和多媒体部的副部长查西迪透露 那个在上星期的会议当中 已经对割冬树和工业大麻种植亮绿灯 目前只等和卫生部长凯利 做进一步的商讨种植管制措施 查西迪也认为割冬树和工业大麻容易种植 而且回酬高 目前他已经接到不少外国公司询问 有关于割冬业出口的事情 前首相纳吉和巫统主席阿莫扎西 目前都有官司产生 外界非常关注他们的最终命运 行动党的副秘书长刘振东认为 所有反对法庭帮的政治力量 包括并不希望纳吉和扎西回归的巫统领袖 这个时候应该团结起来 阻止面临贪污腐败指控的领导派系重新掌权 刘振东在脸书上是写到了 法庭帮为了逃避官司 施压推进全国大选 他提醒 如果提前举行大选 受益的只有纳吉和扎西 因此没有必要根据法庭帮的出预时间表来举行大选 所有的政治人物和选民都应该想办法阻止法庭帮的安排 在他看来 只要透过制定对所有人都公平的民主规则 一切就还有希望 所谓的一党解密文件 还不知道它的真假 却制造了很多的话题 甚至造成巫统领袖之间互相放话较劲 过去被视为国盟代言人的巫统领袖 安努亚穆沙昨天声明 有关文件所提到的事情 并没有异常之后 就引来党主席阿木扎西不点名训诫 阿木扎西是表明 巫统的党员应该忠于党 而不是追随党外的敌人 但是身为通讯部长的安努亚穆沙 则是反驳阿木扎西的不中论 强调自己效忠于巫统 而不是个人 并且反促党的领导层 不要笑里藏刀 安努亚穆沙说 他的政治口味没有变过 也不曾痴迷于任何一个人或者是派系 对的他就会支持 错的就说错 他有话直说 不拐弯木脚 那么最后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